再来看到这位也可以说是好野人 监察院公布了公职员申报财产 这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短短一年财富激增 身价超过10亿元 不过听到张庆忠他表示 因为最近买卖了几笔土地 财产变化才会这么大 据五党籍的言清标 一年之间土地少了14笔 债务却多了7000万元 这个总负债呢 可以说已经破亿元了